本土疫情趨緩 台北捷運人流逐漸回升 但現在卻傳出又有員工確診 相關人員全數匡列裁檢 證明確診者是位在南京三明站的 一名外包清潔人員 主要工作是負責手不踢 及票口閘門的清潔作業 今天五六四啊 這車站裡面在 我們賣票機要安靜的都要起的 點一往上 清潔人員借出範圍廣 北捷發出聲明表示 接貨通報第一時間已完成車站清潔 另外原定8號要安排 該名員工前往施打疫苗 但因為他當天出現身體不適 自行就醫因此沒有接種 目前狂烈接觸員工PCR都是陰性 但他的家人可就沒那麼幸運 感染源目前還在調查當中 那至於他的家中 目前有六例也確診 有幾個都是他的孫子輩 同住家人全都確診 傳染力強 讓不少平日進出捷運站的民眾 不免感到心慌慌 是有一點擔心 因為這邊就是我公司在這邊 所以我其實幾乎每天都會 從這邊上下班這樣 口罩還是要戴啊 然後周邊的房地少去觸摸這樣 民眾做足防疫絲毫不敢大意 北捷未來也將持續落實 分組值班分流進出 把員工群聚染疫風險降到最低 大愛新聞 中主委李明華 台北報導